这个女人名叫布兰达 是一名警长 明天她就要结婚了 可今天她还偷偷躲在酒店的洗手间里 给警局打电话 因为她刚刚看到两架警用直升机 往市区飞了过去 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是不是又有重大案情发生了 等她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 未婚夫告诉她 因为调查局有个非常重要的行动 所以她现在不得不马上离开 这简直是正中她下怀 她立马答应了未婚夫的请求 等她前脚刚离开 后脚布兰达就赶到了案发现场 警员告诉布兰达 凶徒下午六点半左右 闯进了一家陪护服务公司 蒙着面手拿一把枪 进来以后给了经理一枪 打中了胸口 经理当场死亡 接着又给了旁边一个女人一枪 打在了肩膀上 之后她就把保险柜洗劫一空 一共拿走了四万美金 布兰达非常惊讶 陪护服务公司这么挣钱的吗 警员说正好今天所有的女孩 都去参加活动回来 所以今天进账比较多 他们刚把钱拿回来 没多久劫匪就来劫走了 这看起来很像内贼作案了 要不怎么可能赶得这么及时呢 并且这不是一期简单的抢劫案 因为就在最近一个月内 已经连续发生了七次抢劫了 还抢的都是陪护服务公司 显然这个劫匪是有目的进行抢劫的 于是布兰达让警员 调查这几家公司所有员工的资料 看看能不能找到同一个人 牵扯到多个公司的情况 布兰达又查看了一下 现场的监控录像 抢匪进到室内以后 先是对着监控开了一枪 可惜没打中 之后又冲着精力开了一枪 最后一枪打中了女孩 布兰达很期待 打一个女孩 分析可能劫匪想要打的是 女孩后面的保镖 但女孩在移动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子弹上 布兰达还发现 录像里一共有四个女孩 可在现场她只看到了三个女孩 另外那个满去了 回到警局 很快找到了那名女孩 并把她带到了警局 进到审讯室 布兰达问你为什么要离开现场 说我必须得走 因为我要赶去拍一个广告 可布兰达说那其他的女孩 为什么要为你离开的事情打掩护呢 女孩想了想问道 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布兰达说这可说不定 因为你们经理死了 有个女人还受伤了 这涉及到谋杀 杀人未遂 抢劫 情节非常严重 女孩想了想说 或许我应该打那个电话 布兰达问什么电话 女孩说那些公司给了一个号码 让他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就打 布兰达问那些公司 你不止在一个公司上班吗 女孩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这是行内规矩 她不应该告诉外人的 女孩急忙说不止我一个人这么做 大家都是这样的 为了多挣点钱 他们会同时挂名在不同的公司 布兰达问那这些公司给你们的 都是同一个紧急情况呼叫号码是吗 女孩说是的 于是布兰达让女孩打了电话 女孩说他自己不知道 要怎么说明现在的情况 于是让警察帮他跟律师说 于是布兰达问律师 在他来之前是否可以询问 女孩一些有关案情的问题 得到律师的首肯后 布兰达告诉女孩 她的律师说她可以回答 警方提出的有关案情的一切问题 于是女孩说那我可以说有关毒品的事吗 看来这个女孩是真的不太聪明 女孩接着说她是在帮那个受伤的女人 女人当时很怕她包里的毒品会被警察发现 所以她就帮忙拿着离开现场了 但这个毒品不是拿来卖的 是给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用的 回到办公室 警员告诉布兰达 因为证据不足 所以他们拿不到搜查令去调查 这几个被抢劫公司的员工资料 他也查了公司的账目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看来想要得到有用的线索 只能见走偏锋了 布兰达找到领导 想让他配合自己演绎出戏 于是律师来到警局的时候 领导先是问律师 他是不是负责了多家公司的业务 律师说是的 他一共负责了八家公司 领导又问这些公司的资金流动管理 也是他负责的吗 律师说是的 律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领导说因为我们发现 这几家被抢的公司的资金来源 不是很明确 所以想要调查一下 公司的客户和员工资料 律师听到这里立马拒绝 他说如果警方想要查的话 需要拿出搜查令 否则他不可能答应这种要求 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于是领导说既然这样 只能让国税局特派调查员跟你谈啊 接着他就打开办公室的门 可等开门 布兰达 布兰达假装自己是调查员 对律师说他们对这几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几家公司都有逃税的嫌疑 律师觉得很惊讶 布兰达接着说如果洛杉矶警局要求的话 他们就会对这几家公司 近五年来的税务报单进行审计 而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听到这个数字律师直接无语了 整天有人过来审计账目 那他还用不用干别的工作了 律师想了想 直接拿出了电脑 把客户和员工资料交了出来